开始注射前,务必准备好下列所有物品 一支Gonolev RFF Readyject注射笔 一支注射笔随附的一次性针头 酒精碾片、无菌纱布和安全容器 花点时间检查注射笔和药液 注射笔的温度应升至室温,笔中的药液应澄清 塑料观察窗上应没有裂纹,并且药液桶内应有液体 液体应该澄清五色,不含颗粒 如果药液桶上有裂纹,桶内没有液体 或者其中的液体浑浊变色,请换用另一支Redject注射笔 检查Redject注射笔上的剂量显示 如果剂量显示不是零,请将其设置为零 要设置剂量显示,请按逆视针方向旋转剂量旋钮 直至显示零为止 摘下笔帽 用酒精棉片清洁注射笔的底头 撕下外针帽上的密封片 一只手握住外针帽,另一只手握住注射笔 将针头安放在注射笔带有螺纹的一端 然后按逆视针方向,将针头选入注射笔 直至无法旋转针头为止 轻轻取下外针帽,并将其放在干净平坦的支撑面上 以背后用,将蓝色的内针帽留在针头上 注射笔药液桶中的小气泡不必排出 但大气泡必须排出 请注意,大气泡是指完全占据药液桶顶部的气泡 如果没有看到大气泡,请转到第四步 选择正确的Gonalife RFF Readyject剂量 如果看到大气泡,请按顺时针方向旋转计量旋钮 直至计量显示变为2、5,也就是25个单位 只可使用25个单位排出气泡 小心地取下蓝色的内针帽并丢弃 不得用这个蓝色的内针帽重新盖住针头 针尖朝上,手指轻弹药液桶 让所有大气泡让扔到顶部 保持针头朝上,慢慢地按下计量旋钮 直按到底,松开计量旋钮 找到外针帽并将其放在平坦的支撑面上 用一只手握住注射笔 在不使用另一只手的情况下将针头滑入外针帽 用一只手将带帽针头抵在坚固但不光滑的表面上 如墙面,然后推动,持续推入直到听到咔咔一声 将带帽针头抵在墙上推动,可确保针帽安放稳固 按顺时针方向旋转带帽针头 将旧的带帽针头从注射笔上选出 将卸下的针头扔到安全容器中 并换上新的带帽针头,用以完成注射 按顺时针方向旋转计量旋钮 直至Red Deject 的处方计量出现在计量显示中 旋转计量旋钮时不要推拉旋钮 如果转过了头,只需反向旋回正确的计量位置 请在光线明亮的地方,比如在阳光充足的窗口旁 或在台灯下,查看注射笔上的计量显示 确认已选择正确的计量 您的医护人员应该告知您腹部周围的注射部位 每次注射时采用不同的注射部位 可以降低皮肤反应的概率 使用酒精棉片清洁注射部位,带其自然亮干 确保计量显示上的计量与处方计量相符 如果显示的计量与处方计量不一致 请将其调整至正确的计量 小心地取下蓝色的内针帽,并将其扔掉 不得用这个蓝色的内针帽重新盖住针头 以90度角度握住注射笔,将针头摘入皮肤 用拇指按下计量旋钮,一直按到底,然后按住旋钮保持不动 直至完成注射过程 让针头在皮肤里停留至少5秒钟,以确保全部剂量均已注入 拔出针头,将注射笔放到桌面上 用消毒纱布按住注射部位 找到外针帽,并将其放在平坦的支撑面上 用一只手握住注射笔 在不使用另一只手的情况下,将针头划入外针帽 用一只手将带帽针头抵在坚固但不光滑的表面上 如墙面,然后推动,持续推入直到听到咔咔一声 将带帽针头抵在墙上推动,可确保针帽安放稳固 按顺时针方向旋转带帽针头 将旧的带帽针头从注射笔上选出 将用过的针头扔到安全容器中 重新盖上笔帽 使用过的注射笔中 如果仍留有药物 则应存放在冰箱或是分环境下 期限最多为28天